今天我們有新增了4例 境外移入COVID-19的病例 那有一位是美國級 三位是本國級 那這4位都一樣 都是在 國外曾經有確診 有確診的情況 那案944是美國級30多歲的男性 那1月5日在美國當地檢驗出COVID-19的陽性 1月26、27、2月3日 三次檢驗都是陰性 那在 美國期間他沒有症狀 那個案於2月5日 來臺洽工 入境檢疫到現在沒有症狀 個案2月21日 檢疫期滿 22日到醫院自費採檢 那今日確診 那22日跟23日採檢的 CT值均為34 那血腥抗體的Igm是陰性 IgG是陽性 那個案沒有症狀 檢疫期滿後接觸人 得有適當防護 故沒有 況列接觸者 那案945是本國級30多歲女性 那長期居住在美國 那去年10月30日曾出現喉嚨不適的症狀 在美國當地檢出是COVID-19的陽性 那11月3日症狀好轉 12月30日 再次檢驗為陰性 那於今年的1月3日返台 那入境檢疫都沒有症狀 那更因為出 出境的需要 那2月20日到醫院自費採檢 那今日確診 CT值是34 次日在驗核酸最為陰性 那血腥抗體陰性 那 血腥抗體Igm是陰性 IgG陽性 那有掌握接觸者7人 那列為居家隔離 那946是本國級40多歲的男性 那長期在馬來西亞工作 那去年11月30日出現發燒 嗅味覺 異狀等症狀 在當地採檢 是陽性 那住院隔離 12月12日出院 那今年的1月14日 1月27日 檢驗為陰性 1月9日返台 那到現在都沒有症狀 那因為有出境的需要 所以2月21日 再到醫院自費採檢 那今日確診 那CT值是36 那次日在驗就PCR9為陰性 那血腥抗體Igm是陰性 IgG是陽性 那掌握接觸者16人 列為居家隔離 那947是本國級20多歲女性 那長期以美國工作 2019 5月至臺灣出境 個案次數在美國曾經有出現 秀味覺異常的症狀 那12月2日在當地檢出陽性 12月30 今年1月6日 兩次檢驗皆為陰性 個案1月9日返台入境檢疫 沒有症狀 個案因為出境的需要 2月22日到醫院自費採檢 那今日確診 22日跟23日採檢的CCT值分別33 32 血腥抗體Igm IgG皆為陽性 那接觸者11人 列為居家隔離 但是就是一樣 入境或轉機都是還繼續 我們維持3日內的陰性 報告是必須的 那居家檢疫 居家檢疫仍然是要求要一人 一戶一人 或者一人一戶 中國在於這疫苗裡面 疫苗可以提供在 陸的臺人來施打 那或者他願意提供這個COVAX平臺 1000萬器的平臺 那我們都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情 那至於他分配的 但是我們在COVAX平臺 原來的契約 就因為法律的規定 我們已經註明 就是不得有在中國 在 應該是在大陸地區製造 所以這是 沒有接受 那當然 未來如果這些 相關的疫苗得到更多的準確 跟更多的科學 的證據 那也可以來做考慮 那不過 目前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打算